来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依然是Rafi 看港股方面开市表现 看到升141点 现在已经升近106点 升幅收窄了些 做19152点 成交方面有接近16亿 而期指方面低水22点 做19125点 升近130点 成交量暂时有7400多张 至于国企指数升102点 1071点 Rafi 昨天方面 港股真的有坐过山车 都很淡通察 看到上下波幅来说 有600点 一众大家玩牛红症 很有淡有 都要被人打靶 今天市场看到 会不会是弹完即散 我想问 暂时看市场 今天这样开出来 即是小小高开也是正常 的确跟昨晚欧美方面的 外围股市做好的时候 今天这样小小高开是正常 但某场上正问到 未来的市场 会不会像昨天这样说 一开出来高开 但慢慢走下去 或者再波动一点 到这一刻来说 我觉得整个市 叫做稍稍 叫做没什么方向之下 其实是略为偏远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虽然昨天好就好在 昨天都说到 曾经跌穿过之前 大概大家说的 18868点 也都穿过下去 落到大概18627点 这些区间 落到之后 但是好就好彩 下午回来的时候 慢慢走回去 甚至收回19000楼上 所以如果今天 我会觉得某场上 今天如果仍然收回19000楼上 甚至出枝羊竹去到收的时候 或者慢慢都见有买款推翻的时候 都可以或者暂时初步确定 昨天的跌穿 可能撒上一个假跌穿 未必真的有机会继续向下市 甚至乎这个低位 正正已经是今个月里面最低位置 但这一刻来说 当然未能完全判断 因为始终来说 这几下 叫做稍稍稍稍稍上来的时候 都很明显受到欧洲方面 或者欧债问题的略率舒缓 但是这一刻 完全改变了没有 或者解决了没有 其实这一刻都没有 甚至乎 始终港股方面 看到图表都会看到 为了这么大一个下跌裂口的时候 一天未补回的时候 或者一天未回回的时候 都意味着 未来后市 依然都比较偏弱为主 根据方法来说 昨天也说到 如果真的叫个月下跌 去到什么位置 才有个穿定的时候 其实看回拉场小看 如果一路海啸低位 拉回上来的时候 正正如果0.5 即回调一半的时候 正正大概18.0点这区间 所以如果我会觉得某场上未来 未能够回回这个裂口 补回的时候 或者更加向上冲的时候 甚至大家入市欲都是低的时候 不妨除如果未来外 有些新的里淡去冲击的时候 其实港股是有条件 是会稍微有个调整 甚至去到18.00点这些区间 才会懂得停或者喘定 所以到这一刻为止 你说今天稍微要开高一点的时候 好吗 现在去追货 还是怎样的时候 我觉得某程度上 如果有些稳稳保守的 就是刚才说的 我觉得怎样呢 都可能稍微再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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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明白的 看见大市方面已经很明显收窄了 现在只不过是升85点 19,131点 成交方面28亿多 而其次也在踏下去 低水29点 19,091点 都想讲讲 不如一起看一下一些板块方面 蓝筹方面 主要今天开市的表现 看看又是怎样 汇丰控股62.05元升3毫子 中移动79.75元跌1毫子 而中国银行制造2.92元升2先 公行4.67元升3先 而建行方面跌1先5.54元 港交所135.3升1毫子 山洪基地产今天会发布一个末期业绩 下跌3毫子100.6元 而长实方面96.8升7毫子 中人香港19.54升1毫子 中人寿18.7毫子升2毫子 中海油13.2毫子跌1毫子 至于中石化7.4升5先 中国铝业4.46升4先 中国海外方面13.7毫子跌4先 至于腾讯跌9毫子 177.6 蓝策方面今天也是个别发展 看到跟随市况一样 有没有大升或大跌的表现出来 其实我想问一下Rafi 近期来说大家都受到欧债方面的消息 来影响股市方面 大家都觉得金砖五国方面 可能会出手去救欧债方面的危机 我想问一下Rafi 你觉得乘数会有多大呢 如果说到近期市场欧盟 当然除了上一次所说的 欧洲方面的利好消息出回来 等等相关的因素带动之下 其中另外一个因素 当然是金砖五国方面的 会说全景帮手 去买回欧元区的国债等因素 去带动回来 至于正前问到这个因素 能不能够成事 或者预期大不大的时候 我想我从事上 可能会这样做 我想我从事上 当然不能够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要看回个细质 其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究竟买的欧元区 就是要买哪个国家 或者锁的金码是多少 因为现在来说 是就是大家充顶着买国债 去救欧元区等因素 但我会害怕 如果你说来买的时候 其实也有放过口风 所以五国来说 也有说过 买的时候 可能只是买回一些 财政稳健的欧元区国家 就是特别德国这些因素 但相对来说 可能你说 现在问题严重 意大利、希勒这些 未必会是买的 所以我从事上 是不是真的等于出手 救欧元区 买国债的时候 就等于拯救成欧元的欧债问题 这一刻来说 我会觉得仍然有些保留 如果真的到时 如果真的说的时候 是会买你一些欧猪国家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 可能稍微帮一帮到 所以我都会害怕 这个憧憬 大家自然会在一个消息层面上去炒作 未必是一个事实的一个 叫做事实的一个全部 所以都在害怕 如果真的这样 就去到买回市场上去的时候 这一刻来说 我觉得都比较难少少少 跟何方来说 金码五国要帮的时候 都未必是这么快的事 因为都会下个星期 在华盛项方面开会 才能够落实相关的细则等因素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 都只要一个星期 市场上 可能都要回升完两天之后 稍稍来说 都应该要先观望一下 未必那么快 会有个再向上衝的动力 如果这一星期又传口风出来 是不买 不买希腊、意大利这些国债的时候 会否又令到整个市 又再调整 都未知 所以这样 但我都建议大家 不要只因这个消息 去炒回整个市 会是回忍 好明白的 都要沽望一会 不如说说 今天就是会公布 末期叶子公司 分别有330私捷环球 还有新鸿基地产 不如我们讲一下市捷环球 公布母期业绩 今天的股价18个1毛4 跌1毛6指 对业绩来说 都应该没有什么憧憬 对业绩来说 的确是没有什么憧憬 因为始终管理层方面 之前月初都叫做法国的刑警 其实预期今次出的业绩 一定不是好 就算没有发业绩 大家一看业务 都知道其实预期都会做得不好 因为始终来说 虽然近年来说 不断扩大亚洲区的一些业务 但依然到这一刻来说 都是以欧洲区为最主要的业务 但欧洲的问题 即欧洲问题的影响下 在零售市中那么不抢旺 或者大家没有意欲消费的时候 对这些以欧洲 欧元区国家为主的消费股来说 的确影响比较大 而且除了之前出的刑警之外 其实预期上 今次出的全年业绩 其实按年来说 更加有一个倒退现象 都应该倒退得挺厉害 所以到这一刻来说 我会觉得 就算未来有一两天的反弹 可能在欧洲方面 都是那个问题 欧洲方面可能稍微有些利好消息 去带动回来的时候 都不建议大家 去考虑这只股份 因为始终我觉得 慢慢股份 都是在实质个别股份 自己自身的因素 而这一刻来说 自身盈利前景 的确不乐观的话 我觉得某座上 只会是少少的反弹 如果反弹完之后 其实又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所以这一刻来说 我仍然建议大家 这些都是稍微比一比会好些 好 谢谢Rafi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做新报 说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的 谢谢Rafi 稍后回来 会有第二位嘉宾和主持 和大家见面 有任何疑问 记住可以很欢迎打电话来 2046566 和传电邮给我们 askfbschannel.com 接下来大致表现 现在升至142点 150点 19195点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